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卖掉了我的股票,并不是主观意愿,而是触及到了我买入时设定的止损标准。 虽然我很不情愿,我的理性告诉我这个市场已经很低了,很难再低了,可是,我不能破坏了纪律。 本次平仓,也是本次操盘必须要有的一个句号。 如此一来,我最近这一轮的操盘行为,从结果上看,也就可以定性为错误操盘。 大家好,我是老丁。 我每一次对市场的判断,都会浓缩成我对市场的操盘行为。 如果我认为经济或者市场会变好,就会买进。 如果我认为经济和市场不会好,就会卖出。 所以,如果我正确了就会赚钱,如果我错误了,就会亏钱。 在本轮操盘中,我起初的观点认为,市场会在三季度出现反转, 上半年的先跌后涨势的反弹,再加上宏观经济在一月份的通缩触底, 让市场资金的底部得以构筑。 市场想要再次出现大的下滩已经很难了,所以我选择了买进。 但是市场在经过长时间的横盘后,却又出现了超预期的下跌。 理性地去看,市场已经处于超跌区间,该反弹的时候没有反弹,说明市场弱于预期。 今年年初展望的时候,因为政策不够清晰,宏观经济改善也无望, 我们还看不清下半年的情况。 到了今天,很多信息相对清晰一些了,我们可以研判下半年了。 在上一期的视频中,我们分析了当下的宏观经济情况,以及金融数据情况, 还有影响经济和消费数据比较大的房地产情况,这里就不把数据重新赘述一遍了。 总之,结论是,经济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而且就在前两天出的PMI数据,显示为49.5%,制造业还是很低迷。 如此一来,一些人想指望经济先出现好转,从而带动市场向上走,是不太可能的了。 不过这两天,房地产方面出现了稍微好一点的数据。 根据中止研究院的数据来看, 2024年上半年,套破100房企销售总额为20834.7亿元,同比下降41.6%。 虽然整体还是大幅降低的,但是6月单月的销售额却出现了增长,环比增长26.05%。 房企的数据变好,当然主要是集中在一线城市。 根据美联物业全国研究中心的数据统计, 6月,深圳市二手住宅备案量4172套,同比上升73.3%,环比上升5.3%,创下2021年4月以来的新稿。 一手住宅供给备案2927套,同比下跌4.0%,环比上升45.7%。 从2023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占比中,二手房首次超过新房,成为助力。 而作为房地产的龙头城市深圳,第一次出现了二手房成交量放量的情况,同比增长70%以上,已经是非常好的数据了。 不仅是深圳,还有北京,在6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4987套,同比增长29.1%,环比增长12%。 上海二手房网签量为26374套,也是环比增加了41.1%。 5月份出的政策,6月份数据转好,确实还不错。 只不过还有两件事要注意,一个是这个数据到目前只有一个月,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市场的成交能否长期持续,才是后续房地产恢复的关键。 第二,是目前房地产成交量出现轻微放量,也只是集中在一线城市,而且还比较集中于高端住宅,以及很多房价倒挂的项目。 市场想要在全国进行全面恢复是很困难的。 不过一二线城市,假如能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也都出现成交量同比达到50%以上的增长,那么这样的成交量,就会开始改善宏观数据了。 消费,投资数据,都会跟着变。 当下猛烈的抛盘会被接住,大众的悲观情绪也会跟着改变。 当然,这目前只是假如。 如今向后展望,能够改善中国市场中长期的预期,基本上就只剩下房地产的数据改善了。 中长期趋势,可能目前仍然无法向上。 短期来看,市场已经几乎没有合适的基本面理由,只能靠投机自己。 技术面抄跌之后的轻微反弹,已经是大陆这个市场,在这个阶段,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了。 市场价格真的很低了。 目前深圳的适应率只有20.73倍,在近十年当中,也是处于低位曲解。 而创业版,适应率只有25.54倍,更是处于从创业版创建以来的最低适应率。 目前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全靠上涨指数拖着。 只要下跌,就会有资金买进银行等权重股进行维稳。 但实际上,除了权重之外的其他小盘股,很多已经又创了即二月之后的新底。 目前反弹很弱,市场只要往上涨一点,就会有资金选择短期获利卖出。 市场如惊弓之鸟。 这样的情况下,超跌之后反倒不会上涨,而是更容易横盘。 且在横盘之后,还很容易再一次出现情绪化下跌。 近期中国市场的下跌,有一部分原因是源于对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恐慌。 目前美元离岸人民币汇率已经破了7.30,每天都要贬一点。 但实际上邻国的日元也在不断贬值。 但是日本东正指数在日元贬值的同时,却向上创出了新稿。 汇率的贬值并不是一定就会带来资本市场的下跌,只是这个阶段,中国市场真的如惊弓之鸟一样。 所以下半年对于大陆市场的展望是,市场难有反转,横盘甚至下跌依然是市场的主要方向。 阶段性的超跌反弹会成为市场里仅有的机会。 行业分化上或许也将和上半年一致,科技强于其他,消费难有表现。 再看全球市场的龙头,美股。 美国在经济上以及货币政策上,从当下往后看,都还是值得期待的。 一个是美国今年是换戒,而换戒之后可能会带来经济政策的再一次放松。 另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处在加息末期。 今后降息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 按照目前的点阵图看,大概率首次降息会出现在9月份。 良好的预期是市场上涨的主要原因。 所以美股市场在今年接下来的日子里,也大概率主要维持上涨的态势。 只不过按照我们之前关于美股市场波动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来看, 最近的几次加息周期的尾声是,美股会在降息第一次来临的时候, 市场因为短期的利好出境,出现阶段的回调。 所以展望下半年的美股,大概率是先涨再横,整体维持上行的趋势。 在某一个时间段选择到合适的市场,操盘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大A市场价格真的很低,但形势和信心也都偏弱,美股确实很高了。 但形势和信心也都偏强。 展望趋势,强者横强,回调后会再强。 弱者横弱,超跌反弹为主。 以上就是对下半年最主要的市场展望。 我是老丁,朋友们,下期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